在同一個籠子裡面呢 雞跟兔總共有35隻 那腳呢總共有100隻 那請問你雞跟兔有多少隻 那這個隻有一點尷尬 我們就把這個隻呢改成頭 一頭兔子 一頭雞 那我們用頭 一頭雞有幾隻腳 一頭雞 我們雞不會用頭來數啦 但是這哎對 我們改一下量子啊 不然這樣很尷尬 一頭雞兩隻腳 一個頭兩隻腳 那一隻兔子幾隻腳 四隻啊 那總共有35頭 頭有35顆 腳有100隻 頭有35顆 腳有100隻 那請問你雞有幾頭 兔有幾頭 第一個我們先假設 全部都是雞 35頭的雞 那麼有幾隻腳 一頭雞有兩隻腳 這裡有70隻腳 可是問題是題目說的是 他總共有幾隻腳 對 那麼少了幾隻腳 對 那怎麼辦 少了怎麼辦 少了35隻腳 30隻腳 那麼怎麼辦 因為這裡面不是全部都雞嗎 有的是兔子嗎 對不對哦 所以如果你把雞拿回去換 你換成了兔子會多幾隻腳 如果多了 如果一隻雞換一隻兔 可以多幾隻腳 一頭雞換一頭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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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一头多两只换两头多四只 我要换几头才可以补到这少掉的 哎对 30除以2 要换几头 兔就是 30除以2 所以兔有15头 那兔有15头 35头里面有15头是 那兔有几头 兔就是 35减15 好所以考试不用写那么多国字吗 数字你要怎么写 第一个算是先写什么 心里面先想 如果都是鸡 那么 脚有70 第二个算是 那么 少了30只 少了30只怎么办 一只鸡 换一头兔 可以多两只脚 然后呢 30只 多了15头 然后 所以算是就 这样把步骤记起来哦 假设都少的那还缺几只 一只少的换一只多的 多两只 那么要换几只 然后 少的又是几只 46个人要去划船啊 那老板说 大船 只能可以坐六个人 小船可以坐四个人啊 那如果只租十艘船 而且呢 这十艘船刚好坐满了46个人 那请问你要大船要坐几艘 小船要坐几艘 所以我们先跟刚刚的步骤一模一样 先假设什么 小船 全部 这个 十艘船 都是小船 十艘船 小船 总共做了几个人 对啊 10乘4 那有几个人没得住啊 几个人没上船 是 46 减40 6个人没上船 那怎么办 大船换小船 可以多坐几个人 所以呢 六个人所以我要换几艘 多少大船我要换几艘 有六个人没没上船啊 换一艘就可以让两个人上船 对 所以呢 我可以 这样 三艘 所以大船有三艘 那么小船有几艘 这个就是 整个过程 中文是你自己要问自己 中文是你自己要问自己 所以我们这一体的算式 只有几个呢 第一个算式 10 乘以4 等于40 第二个算式 4 4 6-40 等于6 第三个算式 6-4 等于2 第四个算式 6除以2等于3 第五个算式 10-3 等于7 我如果不写中文 只写 算式 你回去 下一次你要写功课 一定会都忘光了 所以你把中文抄起来 每次算都要这样问自己 你多问几次 多问几次 你就会背起来